你感受到那一刻你花了那一塊錢 然後拿那一塊錢 魯蛇秒變土豪 怨婦化身貴婦 至今小民的發財夢 全戲在這薄薄一張紙上 不料本期彩晶高達8600萬美元的 大百萬樂透 在5月10號開獎直播破天荒出包 有沒有發現主持人唸的數字跟畫面有落差 因為這顆黃金球不是六號而是九號 I hate to be the bearer of bad news but if you thought you won the lottery, check again New York Lottery says human error resulted in the incorrect publishing the Megaball number for last night's drawing 樂透竟然開錯了得獎數字 這則超寫實新聞 立刻引爆全美嘩然 I would definitely be mad I would definitely be mad but I don't know how they gonna work that out 因為按照大百萬樂透的玩法 黃金球的號碼非常重要 受影響的不光是投彩得主 因為白球只要簽中一組以上 配上黃金球就能拿到彩晶 等於全美以為自己中獎的無數民眾 一夕夢碎 律師認為儘管中獎號碼以開出為準 不受主持人口誤影響 但買到六號的民眾也不會空歡洗衣場 儘管中投彩的機率比貝雷批到還要低 但買張彩券一元不好夢 還是平民百姓的小確幸 現在卻驚傳好不容易中獎 煮熟的鴨子也可能飛了 也難怪在全美引爆話題 三新聞綜合報導